雲河月 曾任知名電視節目 八千里路雲河月 繞著地球跑的編導 出過十三本書的市長參選人 四號曾國明 六十歲 台大中文系畢業 後來到美國 加拿大唸電影傳播 這一次以詩人的身分 參選市長 我是詩人曾國明 我這次參選基隆市長 我的口號 競選口號是 國明詩人當市長 和平創意 無法黨 先來首詩 無黨無派 很難適應 沒錢沒事 整成國糧 不掛看板 不跑攤 沒有旗幟 只有詩 一本詩集逍遙歌 一個理想地球國 五條政見來參選 改變就從台灣頭 不過看板沒有旗幟 只用詩歌來作戰 曾國明每日做首詩 在社群媒體宣導 跳脫政治的思考 用非傳統的方式 競選市長 看看能拿幾票 我常常跟我女兒說 這個地方可以怎麼做 那個地方可以怎麼做 結果他們就說 你意見這麼多 你乾脆去選市長算 結果後來我說 那我真的去選 結果他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反對 我想因為他們很害怕 台灣的選舉 跟台灣的政治 儘管家人不支持 但曾國明還是決定 出來參選 他有基隆50案 按步驟來改變基隆 去過很多世界上的城市 我自己也在國外 住過差不多10年 所以我看了很多城市 我覺得基隆這個城市 本身有很多限制 那我看了很多 世界上的城市 他們如何把自己的限制 轉換成特色 這一點我很有心點 我敢說 我跟其他的候選人 不一樣就是 我想打造一個 世界級的夢想城市 各位可以去看 比較我的政見 跟別人的不一樣 我不是在替你審核包 我也不是想要 討好選民 只為了選票 我就是想打造一個 是可以讓基隆人 在世界上很驕傲的 一個夢想的城市 所以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明明知道 會去得罪一些人 但是我認為必須這樣做 基隆才能整個翻新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考慮看看 你是要一個選上的市長 就讓你省一點荷包 有一點小恩小惠 還是你希望這整個基隆 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變成一個在世界上 足以讓基隆人 驕傲的一個夢想的城市 我是有這個心願 希望也有這個機會 曾國民提出50個 改變基隆的方案 以失人的方式來打選戰 拼城市創意 他用實際行動 鼓勵大家用各種創意 來實現夢想 像他一樣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2一 hav 5 4 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